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台北市长柯文哲执掌北市府以来,市政满意度长期超过五成,且与其他参选人的支持度评比,也都一直维持领先。 但柯文哲去年突口说出两岸一家亲,今年5月在为此说法致歉,让民调以息之间崩盘。 中国时报报道,长期观察柯文哲施政满意度的爱普罗民调公司数据显示,柯文哲就职初期,满意度59.5%,不满意度8.3%,就职一周年,满意度58.4%,不满意度22.8%,就职二周年,满意度降至42.2%,不满意度上升至49.7%, 2017年初柯文哲宣布竞选连任,满意度回升至47%,不满意度45.6%。 2017年12月,台北市长候选人浮出台面,美丽岛电子报为柯文哲和丁首中进行民调评比,科支持度为46%,丁为32.7%,科领先13个百分点。 科文哲去年赴上海参加双城论坛,一席两岸一家亲,床头炒床为何热议。 今年5月9日科文哲接受绿色和平电台专访时表示,在双城论坛所说的两岸一家亲是讲太快,当时是希望可以过关就好,让大家听了不爽,对此道歉。 科文哲当时为两岸一家亲说法到现后,艾普罗民调显示,科支持度36.5%,丁为42.7%,科文哲首次被丁首中超越,差距为6.2个百分点。 科文哲剧组论坛